指挥中心透露 11月第13期疫苗接种将会开放AZ混打BNT疫苗 不过近来频频出现施打乱象 让前疾管署长张宏仁喊话 指挥中心该放权了 认为要授权第一线医护人员决定该怎么混打 另外也有不少符合混打资格的民众很犹豫 第二季到底是要混打BNT还是接种AZ疫苗 有专家认为选择混打的标准 应该是为了避免某些副作用 而不是为了取得更好的保护力 各界瞩目的疫苗混打 预计11月就会上路 而首波只开放AZ混打BNT疫苗 前机关署长张宏仁就呼吁 我们现在疫苗已有四种又开放混打 地方卫生局的调度真的捉襟见肘 上上之道是授权第一线医护人员决定 有什么疫苗打什么指挥中心该放权了 该怎么混打要由医师来决定 其实本来一般疫苗接种都是由 接种的人跟医生讨论以后 找一个最适合他的疫苗给他打 即使他做的建议 可是如果没有疫苗的话呢 这个也是没有用的 对我会尊重真假的意见 到底该不该放权 指挥中心还要再考虑 而现在许多符合资格的民众 也很犹豫第二季到底该混打BNT 还是一样打AZ 乔治华盛顿大学客座教授温玲也认为 选择混打的标准 应该是为了避免某些副作用 而不是为了取得更好的保护力 像是少数30岁以下的男性 如果第二季混打BNT疫苗 抗体表现也许会拉高 但也可能因此会出现 心肌炎等不良反应 确实你AZ跟着后面打 不管打BNT或莫德纳 保护效果都提升很多 那副作用其实看起来 也没有增加太多 所以在副作用跟有效性上呢 目前大致没有什么值得疑虑的地方 虽说混打疫苗 抗体浓度会比较高 但副作用恐怕也会比较大 怎么选都是有利有弊 接种不得 感谢观看